家長推著嬰兒車走在巷弄內 突然車子重心不穩 後輪直接往上一翹 家長這時趕緊Hold住 卻沒想到車輪再次滑動 往上又翹了一次 嬰兒車裡的小朋友當場滑落 摔在地上 家長這時趕緊一把暴擊嬰兒心疼安撫 但意外到底怎麼發生的 給小孩小baby綁安全帶 所以說他可能說要拿東西還是說怎樣的情況 導致說沒有顧到小孩子 看看這輛嬰兒車只有三個輪子 握把上卻掛滿食物跟袋子 一不小心就會像這樣往後倒 關鍵更在於嬰兒車上的安全帶完全沒有扣上 釀成意外 報紙小朋友放上嬰兒車想帶小baby出門 這個動作可不能少 一般出門的話應該是要扣這種安全帶 而且現在都是五點式的比較安全 小朋友會像這樣想要爬起來 五點式的安全帶一個都不能少扣上 從兩手上下和雙腿胯下 就要把嬰兒穩固 但隨機掉路上看看 的確就看到小朋友沒有被扣上 小細節雖然都幾個步驟 卻能保住小朋友安全 否則像這樣嬰兒塞在地上 不僅心疼就怕傷到腦部 恐怕後悔也來不及了 這黃江龔玉德 太重報道